轴架自撞自摔 违规害人又害己 为了避免憾事发生 台中市取缔轴架日常化 每个月规划至少八次勤务 采取路口全向式封闭路件 同时加入大型重机车巡逻 队伍是在快速道路里头 强化警力 果然大幅提升了嚇阻作用 轴架违规跨越分向线 逆向失控 外送员反应不及直接撞上 还有这辆小轿车高速直直往前冲 朝中央分隔岛猛烈撞击 另外这名骑士骑机车 大马路上摇摇晃晃 最后自摔人车倒地 驾驶酒驾在车内糊糊大碎 小驾车就这样停在大马路上 现象还身 酒驾事件频传 甚至酿成悲剧 家庭破碎 为了避免憾事发生 台中市警方扩大领检勤务 警方采取路口路段 全向式封闭路检勤务 每个月至少八次 尤其针对夜店KTV周遭道路 加强取締 同时加入大型重机巡逻队伍 在快速道路上巡逻 多利用代驾 也请红车共乘的亲友 或是饮酒的从业人员 散尽劝导 酒驾取締日常化 台中市警方强化取締项目 去年取締八千多件 今年一到三月取締件数 也多达一千六百多件 全国最高 希望防止酒后肇事悲剧再发生 谢谢我们的刘其玉台中报道